这套房子的首付要多少钱啊 这套房子的首付要多少钱啊 这套要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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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吧 咋办吧 来 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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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能便宜一点 你可以看看 我用 王先生 这边走 我看王王 今天先看到这儿啊 王先生 怎么样 看过了房子里有你满意的吗 刚才那套还可以 但是 价格太贵了 你选这个区域 价位本来就比较高 要比这更低的 恐怕很难找啊 要不 您再帮我留意一下 要是有适合我的 您就联系我 行 那我再帮您 留意一下吧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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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稍等你下来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恰好听到你说有买房 是这样 我这手头上有一套房子 离地铁界 而且是新小区 我自己都没怎么住过 这客厅也不小 小区也安全 所以 您是 我就是房东 主要是我现在啊 急得要用钱 要不然我还不舍得卖呢 你要是想买的话 按市场价 这套房子是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 那你首付付我一百万就可以了 你看主要是我 这不想通过中介嘛 还得给他们中介费 这对你对我 都不划算是不是 你要是 有兴趣的话呀 这是我的名片 你就按这个电话 打给我就行了 那我能看一下房子吗 可以 首付要一百万 我有五十万 还差五十万 爸爸能借我多少呢 可以等租出去啊 一年租金十五万 那这样 我就再补三十五万就够了 这是个好办法 全新 上哪去啊 今儿礼拜六不在家 好好休息一下 我想去看一处新房 爸 我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哦 好好 爸 爸 嗯 那个 能不能借给我三十五万 好啊 就是说你 真想搬出去住啊 爸 那就算是买房子 也不一定非要搬出去嘛 你看啊 现在房价涨得那么快 买房子也是投资啊 这些年 我自己存了一些钱 但房东又说 我现在的房子 可以整租出去 大概一年能收十五万 这样算下来 我就只差三十五万了 天心啊 其实你不需要急着 买房子啊租房子 这就是你家呀 你想住多久住多久啊 我知道 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 可是 这以后 我 天忆 小龙 早晚都要有自己的家 以后我年纪大了 也要有落脚的地方 那行 那行 那那那我下午 我到银行跑一趟 那把那钱 打到你工资卡里去啊 爸 还是你最疼我了 你不疼你疼谁啊 谢谢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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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